大家好,我是叶子 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我们荷塔木厂新来的重量级的选手 他是来自俄罗斯的布琼尼 布琼尼玛他的夫系是英国的重学玛 他的母系是俄罗斯的洞河玛 他的身形长相很有特点 你们看他的毛色是绿色的 而且他一年四季是油光发亮的 甚至会反光 而且他的身形也是非常的高大 而且他的身材也是非常高大 他四只魁梧,强劲有力 在俄罗斯这个马 他是作为高端鞠马 只允许军关骑乘的马 我们荷塔木厂也是花了53万 把他引进过来的 这个是他的护照 这个是他的护照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他的出生地,俄罗斯 然后这都是俄语 我也不认识,实在不认识 这是他名字,内姆 这个我认识,内姆 但是我不会读,这是什么 然后回头给他重新改一个名字吧 只能这样了 这里是他的出生日期 他是2012年4月23号出生的 马上就8岁了 这个我们在手机上查了一下 这是他的出生地 是第一骑兵团 这一匹马他以前是一匹匈马 这是他的DNA基因序列号 这个在国外的手统码的网站 全部都能查得到的 那这个就是他护照 后面全是疫苗记录 就不跟大家多讲了 所以说实话我也看不懂 这匹马是我们去年12月份 从国外引进 从俄罗斯引进过来的 到国内之后 就连通关连检疫乱七八糟 花费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再加上过年期间 这个疫情爆发 又耽误了半个多月 现在才到我们很安慰 整体来说 俄罗斯这种战斗民族的马 整体来说比较暴躁 像麦联啊 朵拉呀 八月呀 还有那个黑旋风 下车的时候 其实都挺怪 就这家伙下车的时候 特别暴躁 然后所有人都把他牵不住 尤其是沃哥 把他牵上的时候 他把沃哥直接坠倒 而且拉了 可能脱勤了有四五米 眼镜都给弄断了 所以说 充马嘛 可能说是也是 遗传了什么 充队的这个 这个暴躁脾气 太暴躁了 来 给你带个号 二爷给你 你去看吧 你是三号 以后好好相处 人家表示抗议 我会再进 不进 不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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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台湖在水里 让你滑 来 吃掉吃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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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